据说在吊桥断裂的瞬间 我们只要助跑 就能跳到对面的安全位置 这是真的吗 今天留言二老就要验证这则留言 首先他们两人要进行小比例的对照实验 亚当先拿来道具缩小比例还原电影中爆炸的吊桥 吊桥的一端被固定 另一端安装上电池继电器 这个继电器能够让爆炸更加精确地发射 亚当利用气缸做了小人 这样可以方便地控制小人的跳跃 并且他还装上计时器 这可以精确记录跳跃和爆炸的时间 他们先设置了空白实验 在没有爆炸的情况下测量气缸小人的跳跃高度为56厘米 接着他们展开有爆炸情况的对照实验 第一次小人在爆炸50毫秒后起跳 但是只跳了25厘米 第二次小人在100毫秒后起跳 情况更加糟糕 第三次小人在150毫秒后跳起 可是没有跳起来的 考虑到电影里的英雄是向前跳跃的 亚当和夏娃把小人倾斜放置 按照之前的延迟时间继续实验 随着延迟时间不断延长 小人跳跃距离不断地在缩短 在吊桥上的跳跃时间要控制在爆炸后150毫秒以内 现在他们要进行真人测试 首先他们用木材和钢索打造一座全尺寸吊桥 成功还原电影里的吊桥 接着他们来到郊区的船屋 利用巨型吊车将吊桥的一头固定 另一头经过牵引成型 现在他们拥有了一座十分完美的吊桥 为了成功炸断吊桥 他们请来专业团队在吊桥的一端进行电力引爆 首先进行挑战的是夏娃 他们准备了悠悠球 这可不是普通的悠悠球 他可以利用拉力将夏娃固定在空中 从而保障夏娃的安全 一切就绪夏娃站在预定位置上 炸弹专家引爆炸弹 吊桥塌了下去 夏娃也重重地坠落下去 慢速镜头显示 在爆炸的那一刻 桥整体开始落体运动 夏娃也就无法继续助跑 现在亚当和夏娃决定只跳步跑 亚当练习了几次跳跃之后进行实验 可是结果还是令人遗憾 亚当并没有成功地跳跃 而是被悠悠球扮掉在空中 很明显当吊桥被炸断时 整个桥体都会坠落 这就无法为亚当和夏娃提供弹跳 所需要的反作用力 现在亚当和夏娃很好奇 如果桥爆炸的那一刻 他们抓住绳索 他们是否可以安全求生吗 他们现在为绳索装上缓冲装置 在爆炸身后 夏娃抓住两边绳索 并没有掉下去 但是由于垂直的吊桥没有落脚点 夏娃在上爬的过程中显得异常艰难 看来抓住绳索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